喔 在桃園 今天要來看什麼房子呢 今天太開心了 我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現在在向陽公園這邊有一個 很知名的指標案子 大概向陽公園這邊最指標 就這個案子 這個社區就是 中越學府公園 哇 光是從它這個外觀 幾乎一樓到三樓 就是全部是石材 花鋼石的打造 看就知道 這個材料用得非常好 然後地磚也全部都是花鋼石的 一般鋪在外面的地磚 不太會鋪這麼好 果然是有豪宅風範 那因為今天有一個屋主要跟我們分享 他還沒裝潢前的 就是裝潢到一半 ING的這個物件 這個房子 他準備在下半年就搬進來了 我們的屋主David 你好 David 是你家 對啊 不過因為我們之前有去開過一些 豪宅的案子 有一些公社是不能拍的 所以我們直接看你家就好 Go Let's go 其實隔間幾乎都已經隔好了 我們來好好的欣賞一下 這個是客廳的格局 這個門我剛在關的時候想說 哇怎麼那麼重 這 這門好重喔 然後 這是客廳的格局 你這看出去是 文中路對不對 對 超大陽台 基本豪宅配備 哇真的 我就喜歡這種高樓層 你看出去那種無限的動具 而且 你這是真的 真的是無限動具 動具比我們那個還要更遠 因為前面是兩個學校 一個是國中 一個是國小 然後你看到 那邊 直接看到青浦了耶 我們從這邊直接就可以看到 欸 青浦耶 還好今天剛好天氣非常好 然後 直接看到海耶 所以不會我們有機會看到飛機起降吧 那邊就海 飛機有嗎 飛機 沒辦法 手機的能力不足 哇 這邊 景觀太棒了 欸 剛好可以看看這個中越的磁磚 風華磚 真的不一樣 你說這個叫什麼磚 風華磚 風華磚 日本原裝進口 我們每次經過高速公路 然後看到中越地堡 那已經十幾二十年的房子 你到今天去看 你覺得它的整個外牆的感覺 還跟新的一模一樣 就是用這種磚 磚磚 我摸起來沒有什麼特別 怎麼這麼厲害 所以就是 技術就在這邊 力久彌星 而且你看它這個縫 一般如果是這種 就是填縫 就是 磚跟磚之間填縫的話 它很容易發霉啊幹嘛 可是這不會 對 因為它這個可能 工作的比較細 把它填完全填平 對 一些細節 太棒太棒 那我們再趕快來看別間 這個地方 你怎麼做 現在我們只能用想像 期待David之後 如果開箱的時候 可以來看 這是電視牆 對 沙發在這邊 你們家有幾個人 我們家 總共四個 四個 兩個小朋友 跟我一樣 所以是三房 三房的格局 這邊有做了這種 鞋櫃 鞋櫃 這是鞋櫃啊 這是什麼東西 立體旋轉鞋櫃 這一個裡面 我是可以放下 將近 至少三十雙的鞋子 所以它空間 日本的空間利用 非常非常厲害 它很會收納啦 十五層 每一層至少 它說是可以三雙 我們就抓兩雙就好 所以不用設計大鞋櫃 我只要有一個這個 就可以 它可以拉出來旋轉 這個我之前不知道在哪一個屋主家也有裝 但你是自己從日本搞回來的 對 然後我們請那個 設計師幫你弄 幫我裝上去 喔 齁齁齁齁 是這個樣子 然後它這個 你看這個細節齁 不要以為說 好像只做一條一條 其實它這個花 這個很費工 欸 中越的風格 就是這種Fu 背光在上面 齁 你看 背光在上面什麼意思 最廢光 喔廢光 它這個做弧度 因為有大人 它就把大人 把它洗出來 喔 這是一個房間 這是一個房間 所以這是小孩房 對 小孩房這麼大 男生房 欸 這是一個小孩房 就等於是客房的意思 結果就比我們現在大部分主臥室 現在大部分 這大概是一般主臥是1.5倍 我們一般的房子1.5倍以上 哇 看出去景觀也非常好 也是低台度的窗台 喔 欸 而且你看喔 它地板到現在 都還沒有做 這個房間是以木材 因為比較溫暖 喔 畢竟比較冷一點 是是是 它是漂亮是比較冷 所以地板還沒選 對 OK 因為你要把狀況好之後 你才可以 就你的狀況 感覺你去選地板 這樣會比較好 所以這一個房子 它是 完全毛培 完全毛培 連隔間都沒有 所以這是後來才隔的 它只有基本隔間 OK 齁 然後這天花板 感覺它也 更高 它比一般的房子高 對不對 我已經有下降了 齁齁齁齁 它比一般房子高 它做這個調影室的 有沒有 全市調影室的 唉唷 這邊櫃子 你看它櫃子 櫃體坐這麼寬 結果它的走道還這麼寬 我們一般房子沒辦法 等一下 這間才是客廳吧 怎麼那麼大 這是什麼 餐廳加廚房 這是廚房 開放式廚房跟餐廳 哇靠 這才是夢 夢幻餐廳 你知道嗎 我剛走進來 想說怎麼又一間客廳 這間是廚房 廚房加餐廳 不會到時候這一間 過了三年五年還是新的吧 都沒有在用 不會 就是因為廚房才買這個房子 對不對 一般的這種房型 像我們那天去看了一個 大概 快五十坪 在青埔那邊 快五十坪 它的廚房 居然還做得 跟我們那個小 太小 然後它那個屋主 那個 也算是 口袋有一點 他就說 當時早知道 就是應該買隔壁那個解寶 更大 他買了才後悔 其實廚房是鄰居一家人很快樂的時光 客廳是客人來的時候的地方 所以廚房才是家人 對 鄰居家人 這個想法不錯 對 所以它這個等於是 你要怎麼做 做 前面是一個一字型 一字型的 主要廚房 中間有個中 中檔 然後連接桌子 連接桌子 桌子會延伸到這邊 或是一個 兩邊 各三個座位 各三個座位 所以阿公阿嬤 有時候也可以來一起吃 不錯 然後這邊就是電器櫃 是嗎 酒櫃 酒櫃 三五好友來的時候 可以喝就對了 這屬於電器箱 跟廚藏室在這裡 你看廚藏室上面天花板 也做了裝潢 不錯不錯 這個同樣廁所 到時候是會跟隱藏門下來 跟主要是一樣 你看這就是豪宅基本配備 就是全部都毛培 它廁所是已經有 有貼磁磚了 這是你們自己貼的嗎 這是我自己貼的 對啊 所以連廁所都毛培 廁所已經做好了 廁所是有做好 我把它更改掉 你有做變更 對 變更 他們會一直附產的防水 上次我們去看另外一個 社區 它連廁所都毛培 廁所都沒有 軍頂會 軍頂會也是 因為我也看過 連隔間都沒有 因為它是SR7 它好處是中間沒有樹 很寬闊 對它整個開闊 對 女兒的房間好像更大 對 因為房間就有女兒 你這盆心喔 這個爸爸 爸爸 爸爸都對女兒特別好喔 這個房間你看 我們不要說什麼啦 光是這個 就是我們一般的客廳大小 我家的客廳大概就這麼大 然後上面你做了一個造型天花板 有做圓弧型的 有抓過它床頭板是 它床頭板 床頭板在這邊是 對 欸這也太大了吧 這是幾 這個床頭怎麼那麼大 Queen siz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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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然後櫃子會坐在哪邊 櫃子在這邊 這邊嗎 對 進來的時候的一個 大櫃子 對 那這邊這個是 這是赤足 所以你這個有兩個 三個廁所 對 欸這廁所 欸 David我住這間就好 哈哈 這間就夠大了 你看人家這個廁所 光一個廁所 幾乎就現在喔 有那種客房 超小間 大概就這麼大而已 我們這樣看可能比較準 就這麼大 像很多客房喔 它就只能放一個 可能單人床放下去就忙 很多客房是這樣 小房型 小房型 對對對 你這個 這個Queen size 弄上去的人 還有一個很大的走道 那房間夠大喔 那個利用上面 是比較好設計的 主臥 喔主臥 主臥就重頭戲了 所以它當時這個門 也都是沒有附的 都沒有附 所以你要自己挑選 因為它附給你 你不見得喜歡 嗯也是 進來你就有一個 這好像又來到另外一個 一個房子 嘿嘿 人家房子進來一個玄關的感覺 有沒有 哇 冷氣 主機裝在這邊 然後 進來 呼 你當本都在這裡 對不對 嘿 花了一些 花了一些 光是這些木工 全部都手工做了喔 這是床頭 因為收納還是最重要 這一看 就知道是 半店Builder 兩邊床頭 這邊有這種床頭櫃的 旁邊這種矮櫃 這一定有燈 對不對 對 然後 整個設計 這裡為什麼有一個洞 這是放棉被的地方 這都可以 或是想要藏 什麼東西 藏什麼東西 藏在這裡太危險了 被老婆發現 所以我選的地方 永遠是最安慰的 每天睡 這個臭小子 只有一些秘密的感覺 然後過來這邊 這是一個書中台 對 書中台的背牆是石頭 這邊會貼石材 一個圓弧的石材 然後 等一下我想 你這個設計 都是你自己決定 還是你老婆一起討論 當然是你老婆 以老婆為主 對 算他聰明 他如果講說 當然是我啊 這時候 他就別想佛了 是不是 那這一面背牆 也都有做木工 這是什麼 這是更衣室 David 我住這間就好 這更衣室也太大了吧 這等於是一間房間 這進來了以後 就是 更衣室也有空調 你看他這個 這個管子 風管拉到這邊來 這樣子 然後廁所 哇 廁所 這個不會是 很重要的風險 很重要的風險 馬桶是不是 對 所以 這個房子 沒有浴缸嗎 你可以查查看浴缸 浴缸在什麼 浴缸在什麼 浴缸還在義大利 浴缸還在義大利 從義大利進口的 對 是一個 這是 這四半 好想看看到時候來的 所以浴缸會裝在這邊 這是一個浴缸 所以看出去 欸 你太享受 我跟你講 很多人浴缸 根本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你沒辦法洗 你洗人家打開就看到了 你這個可以直接看著外面 不怕人家看的 對啊 看也沒關係啦 反正沒什麼好看 要看來看啊 是不是 大家看一下 下面是這個樣子 你在這裡 洗澡 看出去的景觀 就是清浦 重點是別人還看不到我 你是說太小嗎 不是清浦 那邊是巴德 對 中央上麥茶那邊 所以今天天氣很好 哇 一層一層的 很漂亮 真的欸 剛剛真的是 嘿嘿 哇 David 你應該在這個房子 花了很多心思對不對 對啊 哇 這 應該不是第一次買房子 第二次 已經第二次了 所以有經驗了 那當時買這房子 花了多少時間 我前後總共花一年多 一年多的時間 有看過哪些區域 其實在中路幾乎 大大小金剛 我幾乎都看過 沒有 應該是跟這個同等級的 才有看 那種小金剛 小金剛也有看 因為小金剛是小而美 他有他很特別的地方 像那個 胡香自美 對我們都看過 所以你看了以後 你發現有什麼不一樣 為什麼最後選擇中越 因為我們本身有點風水 你覺得風水很重要 對 中越上的房子其實都有 替我們考量到這裡 就是老闆 建商老闆很重視這個 對 他有些賣 像比如說 我們一打開門建造 他都病 可是因為有些頻度比較小 他就一定要 沒辦法 所以事後無數去做些歌 對對對 但你覺得這樣子也沒 對 這樣效果有限 對效果有限 然後我發現這種 像中越的房子 常常在他前面放什麼 松柏 或戰馬 這個跟風水應該有關係 還有可能會放什麼水池 原來是這樣 我還以為那個是要 很多人說那些公社都是 建商老闆 為了要凹你們錢的 其實不一定是這樣 用的料跟選的樹 其實都是一些百年老樹 都百年老樹 你們隨著便便 山上隨便玩一個就來放 所以我就比較 比較納悶 就是說像你們這種 有比較多彈性的 所謂彈性當然就是 預算比較高的 你應該選擇會很多 比如說你可以選小怪西 可以選中路 可以選青浦 可以選金國 因為小怪基 我有去看 小怪基是我們 是我們討厭的首選 所以為什麼會 沒有選擇 其實交通問題是蠻 塞車 對 塞車 而且它連外道路 中華道路其實都 是蠻久的 都是之前的設計 已經不服實用了 以前桃園才多少人 現在已經四十幾萬了 快跟那個板橋差不多 已經超越新莊 這人口這麼多 中路 它連接機場高鐵 很快很便利 你連接機場高鐵 很快很便利 那青浦勒 青浦不是更快嗎 青浦以我們桃園來講 覺得它有點遠 已經離開我本身 所以也是地緣關係 工作也是在桃園嗎 對我本身是桃園人 所以青浦也是一個 其實是很棒 未來的發展性非常好 也是我們桃園市的發展中 對 可是以我們來講 可能還是有點遠 可是我在中路 我就有類似青浦的地方 對 對對 有一個沒有 高鐵 高鐵是一定沒有 其實上了高速公路 也很快 對對對 所以也不一定要住在高鐵附近 也很快 對 OK 今天就是 這樣子 大概已經做了大概 五成左右了 五成左右 就剩地磚 然後天花板 接下來就烤漆 然後貼一些木紋 木皮 然後就食材 大概這樣 期待 之後 完工有沒有機會開箱 開箱 會請設計師跟少天哥 真的喔 設計師 設計師來講 他為什麼在設計 這樣最好 這個設計師我非常好朋友 太好了 這間可以說是 應該由他代表車 是 哈哈 開就開 然後設計師 這裡我要用什麼 蛤 那一般 這裡我要用什麼 欸設計師 你是要A我錢 對不對 這個是不一樣啊 所以 是你好朋友 OK 好喔 那我們期待到時候 David你預計什麼時候 就是可以完工 11月中 已經做了五成了 還要再做半年 好 這個快 做了快一年的房子 精雕系組 到時候我們一定要來 好好的品嘗一下 欸這個到底 精雕系組的這個 中越的這個房子 到底長什麼樣 到時候來開箱 我們感謝David今天的分享 我們下次見喔 年底見 掰掰 你都看完了 還不趕快訂閱 趕快訂閱吧